章雪 你来给客人讲解一下 对不起啊 我现在很忙 没有空 你知道他们 这个讲解很重要 你必须来讲 但是我得完成陈总 交给我的任务啊 没了没了 小雪 我问你 咱们中心叫什么名字 小丹研究中心对吧 那陈总回来 还有我呢 小丹研究中心对吧 小丹研究中心对吧 来 哥 姐 听她讲了 这是我们中心的大才女 好了 开始吧 这是我们的融资计划 送您看一下 根据我们的构想 完全实现需要三个阶段 两年半产生效益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这可猜想大意 GPS定位 三维扫描称重仪 网站系统所有订单运费系统结算 订单API对接配套网上 钟英文客服二十四小时 库存订单发货跟踪信息 全程管控 这个 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什么 超级网上自动售货机是吗 哥 我知道陈龙他容易想天开 这个可能暂时不被理解 我就问你是不是回答我 说得没错 这正是我们研发的售货系统 那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 适不适合仓储物流伤呢 那只能算我们整体 构想的一部分罢了 那适不适合小丹 小丹 我吗 我吗 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 他问的是C2C A2O模式 这套系统解决的 就是C2C和020 与物流系统之间的矛盾呢 小丹 你什么都不懂 就别瞎听我 陈总 你看就是他们 一直逼着我在这儿浪费时间呢 蔡总啊 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两个 什么都不懂的人 全姐 你怎么来了 什么都不懂 过来请教一下你啊 哪有 这是什么地儿啊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们到了 好 这就过来 走 哥姐 小鹿他不在 你干嘛呀 不是说了不在吗 我又没躲他 没躲他你还想走 走吧 爸 你带着我 你这小子做了这么个东西 怎么早不跟我说 那你也得听我说 恐怕这辈子 你最看不起的人就是我爸 叶阳 下午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你 让你好好地说一句 真假 邱总 这样你把公司的全体人员 招职到会议室 听专家讲 超级网上收获机 通俗来讲 就是地球上任何一个个体 只要在电脑面前 轻轻地点动一下鼠标 他想采购或者卖出的产品 直接就出现在他 所在的城市的仓储里 并在第一时间内交货 而且还可以任意退换 这套小单系统 就是我的研发成果 看起来 小单系统相当酷达 研发出来了吗 很多技术都可以用了 整体构架还需要几年时间 这也太超前了吧 既然我们敢做海外仓 敢做远程医疗 拼的不就是超前的意识吗 也许在以前啊 一个大的企业 倒闭可能需要十年 或者二十年 但是在如今 也许就是一夜之间的事 大家都用过诺基亚吧 诺基亚的品质肯定没得说 但是 在苹果触屏概念面前 这个首级帝国 果真就是一夜时间 就被激挂了 我记得还有一条评论 是这样说的 这个巨人倒下以后 身体还留有余温 如果意识不超前 我们只能等死 谢谢